冤臣海底的一代名氏饭居 命运比他的祖上更惨 现在被人打得骨断筋舌 牙齿都掉了 居然还被拿席子给卷成桶上厕所来 这谁下的命令啊 为安息王他的兄弟就是那位魏相魏齐 魏齐怎么这么恶毒啊 爸都惯了 这会儿喝酒都上了头了 俩眼前都转了金灯银灯了 光记的朋友说的话 这这个叛徒 这是一个齐奸 齐奸齐国派来的内奸 所以您得重责 他把所有的恨都放在饭居身上 也得理解 在那个纵横家 兴邦丧邦 小蛇如黄的时代里 对于这种奸细 那种高度的敏感神经 使得各国的执掌者 管理者都特别的警觉 您想眼睁睁苏秦就是燕王在齐国安插的卧底呀 一卧底卧了十六年 十六年之后齐国败亡了 首都林兹都被人拿下了 齐国国军都死在乱军之中了 这卧底多了不得 当然说这卧底后来死得也够惨 那是另一回事 很多在战国期间能称霸的这些大国 都被这些卧底们给折腾黄铺了 何况小小的卫国 向着齐国 对呀 齐强未弱呀 很有可能 他来这卧底 是为了套取卫国的绝对机密 所以这卫底卸的酒精一定忘死的 好在手下人手软了 一看这白面书上 不过这奸细也不见得 非得长得都伍得三粗一跺脚上房 也不至于 打得够劲扔了 扔到那好多人以为就死了 大伙兵客们喝得都够劲了 饭局在里边紧咬牙关呐 牙不掉了吗 还有没掉了 没都掉完了呀 心中暗想好你个虚骨你等着 可是话说回来 怎么能活过来呀 好容易这帮人走了 安静下来 也不打哪来过一股凉风 这风吹的 这心里边是又苦又寒 心想怎么能让家人来救我呀 就在这会儿 打扫厕所的老院工 看看那劈里扑里大人 摘了摘晃了晃了一摆鞋 进来一批又一批的 扔进去一人 那厕所最后得踏实的 这卫生是他负责 那掌的灯啊 他垫上过来扫一扫 拿水冲一冲 就在这会儿 范先生哀呦了一声 吓得老头好像掉包坑里边 怎么 闹鬼也不对 席子里有动静 他刚才听这边 也没 他哪知那会儿还昏着呢 疼昏的时候摔也没吭声 这会儿给刺的醒了 梁峰刺的的 这就哎呦 这谁 老人家 救我 范先生没死 这个老卫生工作者知道的 那怎么不知道的 总来的相府里 这些蒙克时刻们 有时候跟着开会 跟着各家主人都来 知道 尤其刚才他们一打 不知道也认得了 都连忙把这绳子给解开 系统打开 您怎么样 哎 生不如死 身上的疼 心里的耻辱 怎么能跟他讲明白呢 那你这是如何打算 老人家 我家中还有几斤黄金 请老人家看在范叔 无过的委屈上 能否给家中送信 到时候 我将家中所有感谢老人家 救我这无辜苦难之人 这就是范君 话说得欺义然 说得也很动容 也的确打动了老人的心 您听在那话里 家里还有几斤黄金 没多少钱 但是这些钱我都给您 老头听到这 连忙点头家住哪里 我这就给你通风报信 你先帮我拽出厕所 我怎么拽出去 一会儿找呢 您就说了 这野狗在外边不停地宣教 以免冲得府院中来 请大王处置 请相国处置 就可以了 哦 对 这事 回来大王要知道了 也得有个交代 赶快去吧 这老院工 石头石头干净了进屋 找人给通饼一声 外边狗叫 那死尸怎么着啊 被其一听啊 把他扔到郊外 让野狗把他吃了 别死在他家里 遵命 可要了这句金口 开了话了 林盟 承着相爷的指示 他把这洗衣桶子 就拽出去了 真扔郊外 哪能啊 给人送家去了 到家里边 绝不能食言 先把金子给老头 老头不好意思要 救人一命 何之如此 您得拿着 我要钱没用了 怎么呢 犯居心想 我都不在家待 我要钱干嘛呀 我得找我朋友呢 去 说说简言 简单擦洗 找大夫治病 这会儿可不行 先找朋友 把自己转移了 好朋友 把兄弟叫郑安平 闻讯而来 老头拿人钱 办事更利润 连夜走夜路 请来好兄弟 如此这般 转移到郑家 然后再往别的地方 寻找安身之处 郑安平说 我打猎的时候 树林里边有个小木屋 就那了 那晚上碰狼 不能够 奔那去 不打猎 不有那个打猎的猎具吗 不怕了 家里怎么办 告妻子赶快 明天早上 就举办丧事 摆下灵堂 就说我的尸体 被狗吃了 拿起件血衣扔到这 留个衣冠肿吧 嫌弃 从此 这卫国之内 就没了我饭居了 丈夫 那咱们何时再见呢 相见有日 不过 一定不是饭居 先妻 你等我呀 饭居是真难过呀 夫妻撒泪而别 结发夫妻 接着唱戏 还得靠人家呀 早上起哭哭就哭哭去 邻居怎么回来 嗨 也不法犯哪条 被仗责而亡 扔在荒郊野外 被狗吃 我们这才发现 回来都剩骨头了 哎呀 弄点血衣 把它埋了吧 大伙子别难过了 早得入土为安吧 甭讲究了 稀里呼噜 大伙邻居帮着忙 哭哭啼啼 就来这么衣冠中 这事管用吗 太管用了 转天早起 为其想起来 这喝的假酒是难受 咱们脑子疼 昨天我干嘛了 昨天您干嘛了 昨天把饭居打死了 饭居 为什么打死 好嘛 您这酒量大 妄性也大 这不是那个虚骨大夫说 他跟齐王 他私底下 有往来 您打死了吗 什么往来 一点都不记得 给好些牛肉 没酒 然后说还有金银 他没要 要不要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衣服 金银 礼品很多 主要就是提了提牛肉跟酒 说带回来 可能还是到时候吃点 那也不能给人打死 哎呀 不过也好 杀鸡给猴子看嘛 像这样 私通外国的人 你这多说两句话 都得严惩你 何况你酒肉往来 酒肉往来就是大罪 好嘛 非常时期 非常愤动 对于这种过错 人家为其一点没有说 心生后悔之意 就这么定了 杀了杀 哎 人在哪 您扔厕所 后来 后来 后来您说怕那个 脏了咱们府地 你把他扔黄脚野外去了 快找人去看看 尸体在不在 回来报我 人家回来报告 尸体不在 说是被只狗 是狼子都给吃了 人家家里都给埋了 几件血衣 骨头渣子 都找不齐了 好 为了野狗也好 就应该喂狗 这种背叛大王 背叛我喂国的人 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罢了 这事就完了 拿人命就这么处置啊 你也不是当朝权贵 他可是为安息王 嫁钱的亲兄弟 魏国的相国 他会拿你当回事吗 魏齐把这事先偏 忘了 虚骨比他忘得还快 虚骨起来呀 直接就办了啥舞了 来碗热面汤 先行行嘴吧 这事谁也没割心 可惜呀树林小木屋里边 这铁哥们 郑安平可费了尽了 回去找大夫偷偷摸摸的 给人雇车 还不敢开到树林旁边 那不看见了吧 还得走一部分路 进到林中 给自己的朋友疗伤 结谷的结谷 敷药的敷药 固定的固定 香牙是香不了了 那会没这个手艺 牙掉了掉了吧 平时说话的时候 兜点嘴唇 这一乐就露出牙缝来了 我得注意 这先甭管了吧 舌头没伤就行 我只要能说话 我就能报仇 先忍忍吧 饭呀甭吹了 是吧 你还能说话 你这身毛 你就话给招过来的 人家不吭声 你得期望着多什么嘴 我不说就僵在那了 那就僵着呗 他是正事 你怕什么呀 好心到惹来杀身祸 哪说去 自己这么效力 几次帮忙的主家 那主公是这种信心 这会全明白明白完了 将来怎么办呢 将来不能在魏国待了 昨天我跟你嫂子说了 世上从此再无饭居 就这话我听得就不吉利 我说老范 老范 那没有饭居了 那有谁 你打算叫别的名字吗 我都想好了 我不再叫饭居了 我叫张璐 张璐 也行 这样的话 世上再无饭居 只有张璐 对吗 正是 那这张璐就在树林里待着吗 那我还改名字干嘛呀 那这张璐打算如何是好呢 哥们 我打算直奔西秦 魏国容不下我 齐国我也不能去 齐国怎么不能去 那齐王 绝无吞魏之力呀 他吞并魏国 他没那个能力 更何况 我真去了 倒把我的冤枉做成了铁证 将来浑身是嘴 我也说不清了 没思同齐国 你干嘛投奔齐王 所以我只能奔秦国 秦国昭显 那是以秦兵的永汉 灭魏族谜 我要让魏齐知道 我个人的委屈 我要让魏王知道 他对我的不公 为什么 这么些年 帮这中大虚谷 干这么多事 你没给我提升啊 就让我这当着社人 时刻跟着他那屁股后边瞎出流 来回转悠 到现在打残了 你等着吧 就这样把那恨都记得魏国身上 可是咱怎么奔秦国呀 等伤养好了 咱俩溜达去 人家没人推荐 秦王会见咱们吗 想吧 先得离开魏国 走一步看一步 兄长你得多多去打听啊 怎么呢 替我去问问 什么时候秦国的使者 要是出访了 从哪里出哪里进 我们半路等着 为之引荐 到那会儿 有赖 郑兄 救我呀 行了 范兄 甭客气了 咱俩的事 一个人的事 我把你救出来 不管你 魏像要知道了 摘你脑子的时候 连我这也烧着 放心吧 一对 郑安平真就留了心了 果不其然 让张璐猜对了 秦国不断地向魏国施压 不是说每次施压 都得冰沉城下 没必要 直接派个使者 拿上一卷卷帕 所谓秦王的旨意 往这一摆 这片画给我 不给不给打 画吧 过两天又来了 这一片画给我们 魏国一看 这叫什么意思 这叫 这叫一次吃多消化不了 你一点点现点吧 可不行 迟早把我就都吞病了 可是没办法 这一次秦王又派使者来了 派的是特使王姬 王姬移入魏境 郑安平就知道了 秦使又来了 住哪了 留审打听 怎么头两次没吭声 头两次饭居 那身体没养好 现在站起来活动自如 尤其在树林的里边 没人管的 恢复得挺快 这种康复锻炼身体 是从爬树开始的 郑安平一看行 范先生都属猴了 能爬树了 行了 您身体差别 咱可以走了 找吧 这天晚上来到管义之中 书说简言 邦邦邦一叫门 惊人引荐 我是郑安平 普通的卫人 向大使来见贤来的 知道 哪国来都不怕人才跟着 王姬也带着个秘密 为什么 秦王特意嘱咐王姬 一旦有人才往秦国领 怎么 本王志在天下 人才是多多益善 带这么个秘密来的 实际里边有一个秦国内部的矛盾 什么矛盾 秦王 这昭乡王在位 他的丞相叫魏冉 魏冉是昭乡王的母亲 宣太后的亲弟弟 太后跟弟弟魏冉 把持朝纲 昭乡王虽然已经亲政 但是得罪不起母亲 势力上也得罪不起娘舅 所以这个关系很微妙 虽然魏冉这个丞相做得不错 宣太后对他有生养之恩 但是作为一代君王 世事被人家制肘 老被人家控制着 他心里边别扭 所以告王姬多代人才 王姬一听说 有人才引进一下 什么人呢 如何如何 能言善讲 曾经在齐王大殿之上 问的齐王语色 我知晓姓范 乃是范氏门中后人 叫范鞠 对对对 范鞠不是被打死了吗 没有 他已经如此这般隐姓 蛮名现在叫张璐了 大人可不能再叫他范鞠了 一叫范鞠 咱就离不开魏国了 张璐 好 这名字不错 张哲 扩展之夜 璐 福璐喜庆 这都是好意呀 看来他要大展宏图 权杖大人提携 咱们怎么办 我看 不如您先见见张璐 以免臣下言语不实 再耽误了他的前程 误了大人的大事 明天晚上我们化妆成 这管义中的仆役 再来如何 好主意 第二天 借两身衣服 两人又来了 王姬一看 简直比郑安平还优秀呢 那走吧 怎么走 您什么时候 向魏王辞行 我们俩在树林里等您 这么大胆还得接一趟 不是 我们一出林子 怕被人家认出来 您路过此地绕点远 我在林中 搭着您的便车 咱们就走了吧 好主意 就这样 辞行魏王 假装观风景 走错路 绕来绕去 绕着树林小木屋那儿 大伙送行队伍 招手再见 都撤了 打林子里出来两位打猎子 哪儿啊 郑安平跟范居 蹭蹭上车了 郑安平一直送到他 秦魏交界处 亲眼看着自己的哥们脱离险境 范兄 不 张禄兄 一路顺畅 张禄 深深冲他一衣 这是救命的兄弟 多谢安平兄 日后再见 招着手 走了 大队人马往前走 刚走了没多远 对面齐翻招展战车 咕噜咕噜咕噜 有战马斯明 有咕噜声哑噜的那种噪音 一个大字 胃 哎哟 坏 忘记一看怎么说谁碰谁 就怕碰上 相国魏冉 魏冉干嘛呀 魏冉这个人生怕呀 自己这个相位不保 所以跟他姐姐老商量 他姐姐总是正面去引导 兄弟要想常坐高位 你就得得替你的外甥儿 替咱们秦王要好好的做事啊 姐姐教会的事 陈弟记下来 话是这么说 活干的不错挺漂亮 但是啊 他老觉得有无数双挑衅的目光 在某一角落黑暗处盯着他 谁要替我呀 这大概是高处不生寒的一种表现吧 谁要替他他也找不到啊 但有一点他明白 反正看看各国的诸侯 各国诸侯手下的那些相国 怎么退下来的 都是被人给颠覆的 我就想了吧 反正眼前我认识 叫上名了替我都没有 叫不上名了 我不认得吧 所以每一次有出使到外国的 只要一回来 他都在亲自在边界的巡查 巡查什么 巡查有没有夹带 怕携带什么违禁品吗 不过这主要怕携带违禁的人 带着什么物件倒好办 带人可不行 怎么呢 这整个秦地已稀 扩地千里 物资够丰富的 带着稀奇物 稀罕不稀罕的 你带个人来中原教化 我们这边人要是脾气暴一点 反应慢一点 说话再快一点 掉沟里怎么办 得看着 挨个查啊 还别说 真查找过 有几位纵横之士 蛇变能人 被他半道截住 可能还没进秦国的郊区 就喀死了 王姬害怕就在这心想 车里边可坐着饭居呢 这如何是好 得自个儿出来 挑脸他出来 假装坐前面透的气 还里边快憋了 道跟前带住了车马 魏然看着看着 王大夫这一趟 出使魏国 无功而返吗 不敢不敢 那样就对不起 丞相的栽培了 相国对我如此重视 我岂能辜负了 大王与相国 还好 这魏国已经答应 把咱们索要诚实 换回进来 这就是国说 不用了不用了 回来跟咱们大王说 还有什么新鲜的剑门 没了 魏国人胆小如鼠 一提起大王 浑尸战斗 一提起相国 也是提死筛康 过了吧 王大夫至于这么怕我吗 那是咱们大王的威风 这一路辛苦 既然完成了大王的嘱托 过去吧 多谢相国 改日我在登门造访 说完话脑门都见汗了 咕噜咕噜咕噜 车往前走 相国未然 牵着江绳 一直回头看着 他就感觉 这车里面有毛病 走出一段距离了 车里边的饭居说话了 王大人 停一下停一下 怎么了 我看旁边是有一片丛林 没错 树林茂密 你有什么事啊 我们这不缺林子 我不是说林子 您是常为渡 常不说 不不 我就会躲一躲 方才我看 隔着车帘 我看到 你家相国 生性尖刻 他一定是个多疑之人 故而我琢磨着 他一会儿很有可能追上来查车 我可就没法躲了 方才是没好意思 打开车帘 这会儿要进车里边搜 我藏在哪 先生 您的意思 我就在林中 慢慢在后边跟着您走 您在前边 稳稳当当的赶着车 别走快了 我可追不上 等他查了您 或者他真不查 安静了 我再追上您的车 咱再走怎么样 至于吗 刚才不查了一通吗 刚才你们说的话都快打起来了 我都听见了 您就按我说的办吧 我这就藏上去了 好吧 我告诉您 顺着这道 您可别拐弯 拐弯我找不着了 明白 贺王机放慢速度 这车走得这慢 就差着走两步歇一会儿了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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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悠悠往前走 丛林里有一个孤独的复仇身影 隐隐相随 没走半盏茶的功夫 就听贺王大人留步 站马马踢声响 没赶着车 车多慢呢 单人独地倒进前 一带马蹭 跳下来两名校尉 一看 相国的随从 二位 方才是跟着 未相国的吧 正是 王大人 相国有令 说刚才光跟您寒悬了 跟您开玩笑 都忘了正事了 说按照咱们秦王下的法令 凡是国外回来的 甭管是哪一路使节 都得上车搜查 刚才我们忘了 应该应该 有法必言吗 来来来 上去看看吧 可这大方一点没拦阻 多新鲜 人都在林子里躲着了 表面挺从容 心里边真打鼓啊 王岐心想好玄 功亏一篑啊 这要是刚才不听话 车里边坐着抓现场 喀巴拉叉 临终一扔 野狗一上 范先生难逃死运 非死狗嘴里不可 好 上回就回来 这回玄 得得多亏 范居先生 奇高一招啊 这二位搜了半天 没搜着啊 搜着包茶呀 要不你们带这 有的是喝的 二位撤了 一会儿临终 饭居走出来 相国的车马一远行 这才上车 跟着王岐回到了咸阳 书说简言安排妥当 引出身形如何见胜 怎么能见着秦王啊 王岐心想 你得先把你对秦国的 有什么禁言之识 写在竹策之上 带我给你上书 如果大王要是被你的话语打动 他必然会召见你 相谈秦国的大政 写什么呢 哎 饭居想来想去 在竹筑上 只写了几个字 蚕食春夜 徐途东方 把这几个都递给他 您就说是有这么一个门客测试 要跟大王求见 怎么样 王岐这天散潮以后 偷偷摸摸把这递给秦昭相王 昭相王一看 顿有所悟 我要看一看 这位测试何许人也 秦昭相王一见饭居 这才有一段张鹿陶秦是远交 进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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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